2022年2月12日 深圳足球队官宣 韩国人李张珠出任深圳队主教练 李张珠 可以说中国足球界的一位老朋友了 现年66岁的李张珠 曾是韩国国家队球员 他在执教韩国球队时 夺得多项冠军 以及亚洲俱乐部的顶级冠军 李张珠自1998年起来到中国执教 先后担任过前卫环岛青岛贝莱特北京国安 广州恒大及成都天城长春亚太的主帅 来到深圳将是他执教第七支中国球队 在2010年至2012年 李张珠带队广州恒大队时 先后获得过中甲冠军 中超冠军 超级杯冠军 是李张珠在中国执教的最高光的时期 当年的李张珠以严格著称 绰号就叫铁帅 当年恒大进入足球领域 可以说其崛起与成功的根基 就是由李张珠带来的 显然 作为执教中国足球队时间最长 执教球队最多外教的记录创造者 李张珠也对中国足球非常熟悉了 深圳足球队之所以现在请回老帅 李张珠 跟当下的中国足球环境有关 上赛季的中超球队中 据悉只有两支球队不欠心 深花队和泰山队 现在更是传出深花队也出现困难 而深圳队虽然此前都认为不差钱 但在大环境下 其也要节约度日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请回李张珠 这样的主帅就显得较为价廉物美了 不过距离李张珠最后一次执教中国球队 已过去五年了 他对于中国足球的熟悉程度上 豁达不如前了 不过如今深圳队的球员 经济实力等方面 在中超都应算是较好的 或许 这给李张珠的执教压力并非很大吧 也可以说 正是李张珠当年来到中国执教 开启了更多韩国主帅登陆中国的序幕 从此 来中国执教的韩国主帅 一个又一个出现 虽说韩国主帅在中国执教方面 整体上也并算不上最为成功 但韩国主帅在中国执教表现出的水平 能力也较为稳定 韩国也成为输出教练到中国足坛最多的国家了 如今 中国足球处于又一个低谷中 外教的名气 水平 也明显低了很多 像李张珠又一次回归中国足球 也折射出当今中国足球的环境 条件和水平的现实变化 似乎又经过了一个轮回 好像在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李张珠 首次执教中国球队的起点了 这一切 有点恍若格式一般 而中国足球的果足不前 其实才是最让人感叹的事了 原创评论 于说还羞 怎么回事 ств 他 lå